刚刚讲的年龄统计把它做出来 年龄怎么统计出来 一,请你跟刚刚一样,第一步都一样 插入枢纽分析表 按确定 第二步的话,请你把年龄一样拖拉到列 然后你一样把年龄拖拉到值 OK 这已经做出来了 这个是取消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我把它恢复好了 因为理论上它会需要变动的主要几个地方 因为年龄里面是数字 所以你把数字拖拉到这边的话,它预设值会是加总 可是我不是要加总,不是说税数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不对 我要算几个 所以算几个的话呢,那我可以把这边 这个值的这个地方点一下,它有个值的栏位置 这个可能不要要特别注意 把它改成我不是算加总的结果 不是年龄加在一起 我是要 帮我算 有几个 比如说它预设是30岁有几个 不是说把30岁加,它等于有三个人加,加起来就变90岁了 不对啦 我要加 它里面到底有几个的项目 按确定 你会发现 改完之后 它这个时候 这边就出现变技术 本来就加总变技术 然后呢 几个就出现了 30岁的3个 31岁的7个 32岁的1个 可是你想说 是这样子 人数会 这个资料会非常多 总共119个 分布会非常广 那可不可以干脆 30几岁的 放一起 40几岁的放一起 那这样会不要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功能 叫做群组 也就是把 30 到39的 总共10个 30到39 10个 成为一个group 所以你把这个地方 记得在列标签的这个範围按右键 那你可以看到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有一个叫做什么 组成群组 这个地方 群组功能 这个还蛮好用的 群组的话就是 每10个人 一个group 按右键 组成群组 它会显示出来 它会 帮你追踪 这个里面资料最小的是30 最大是68 那你每间隔多少 每间隔 干脆把它改成10 输入10 也就是说 30到39 一个group 40到49 一个group 那你就输入10 那你将来如果 间距要改的话 这个数字是可以变动的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群组之后的结果 有没有 30 跟39 他就会 帮你把它做一个群组 也就是把 30岁 到39岁 那里面的数量 全部加在一起 就变成32 那以此类推 OK 那当然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排序 哪个 哪个年龄层最多的话 甚至可以把游标放在这个范围 然后找到上面的资料 资料里面也叫z到a z到a的话就是 帮我把那个 数量最多的排在前面 数量少的排在下面 有没有 点一下 马上就 帮你排我 你会发现 原来我的族群最多是 50几岁那个年龄层 OK 那我就知道 最多是 学院里面最多 原来最 最认真的就是这个族群 OK 那再来的话 当然 你想说数字 虽然也可以看得蛮清 但问题 它还是没有图栏的那么清洁 因为刚刚圆形图画出来 马上就一目了然 所以如果说我希望把数字变成图的话 那一样的道理 点选上面的有一个 应该是在分析吧 分析里面一样会有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我们一样 一般当然你用直条图 直条图有时候还是 刚讲的问题 没办法表现出那个 比例多寡 所以如果你比较强调是 比例多寡的话 一样用圆形图 然后按确定 第一步的话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移动到这边稍微放大 第二个把上面的那个标题名称 改一下这个叫什么年龄统计 也许这个地方就是年龄统计 然后再来的话 把这个底下 做刚刚做动作 因为上面基本上没有标签 所以怎么办 按右键 一样 新增 字要标签 这个点一下 上面标签出来 可是问题这个标签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怎么办 再点它一下 这个可能刚刚同学 比较容易出问题 再按下滑鼠右键 再去找到资料标签的格式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刚刚没找到一样的道理 然后点选什么 它会跳出右边的这个 这个页面 然后你就把这个打勾取消 然后打勾这个 类别名称 跟百分比 并且把它 调整为终点外侧 习惯我都希望放外侧 OK 这样子 就大功告成 再把这个页面关掉 就OK了 记得 按右键先新增 在那个上面 按右键 记得是资料标签格式 记得这个 值打勾取消 然后把什么 把那个类别 把它 这两个把它打勾就OK了 搞掉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 记得 把它完成 这个 基本上 这样的话 就最后再把它存档 不过 特别最好 今天的练习 这个是 额外的 所以请你把它 直接存档 104里面 我希望多两个工作表 我把这个两个删 你们将来 就是在 学员基本资料的前面 多增加两个 一个是年龄统计 一个是 性别统计 最后 好像还有个地方没讲到 这个 本来这一块最大的 我希望让它拉出来 凸显一下 这一块有没有 有点像一个饼 哪一个饼最大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 占比最大的拉出来的话 记得 它的点的方式 可能要有个Tempo 第一步是点整个 第二步是点你要拉出来这一块 然后第三步就是往外拉 这样就可以了 1 选全部 2选你要拉的那一块 3再点住不要放往外拉 这样就OK了 所以是123 就可以完成了 画面在旁边给我一下 所以今天就做两题 104这一题 多讲了有关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的应用 OK 这个枢纽分析表 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往后如果说你不管是 在哪个行业 一定都会用到类似像这种 资料的统计 OK 试试看 甚至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 业界 将来做学术研究 也是会做 需要 图表的 呈现 都有必要 使用到 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今天大概就是 讲到这两个 下一次上课 我们就是 再来看108 110 如果可能 之后可能 也许 加快一点的话 那我们就在 第二类吧 试试看 我之前挺好的 没有 都会帮探紧 我们绝对 他们先绝对 试试看